MPV目前在中国市场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那如果说你想花30多万选一个MPV 其实选择还非常多 但是我今天带你看一个 咱们国产那个新能源中大型的一个MPV 那就是传奇19 那这个车呢为什么介绍它呢 因为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特点 我们先从外观讲起 首先你看这个整个车这种前脸 如果说你比较熟悉的话 它跟之前我拍过那个传奇M8 那个宗师版的前脸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前脸它是这种中国省尸的 这种寓意在里面 然后这个你看这个中网这种视条这种形状 像那种湿壁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有点 另外呢它这个大灯呢 然后这个非常非常的犀利 然后这个灯光呢 如果说你看过我之前拍那个M8 那个宗师版的一个车型 它这个灯光呢 是会发出不同种的这种组合的 然后车身侧面呢 这个车呢是5米2的一个尺寸 超过5米2 轴距是3070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一会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下空间 尾灯这一块呢它是也是横平竖直的这种造型 有那种门子的那种感觉 那这是寓意着这种时空之门 和前面那个吸率的前大灯呢 形成了相应的呼应 接下来我们先去开起来 看一下这台新能源的MPV到底怎么样 接下来我就说一下 传奇一旧我的一个试驾感受吧 那我们边开边聊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是大家在开MPV的时候 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我个人感觉可能就是说 这个担心这个MPV尺寸比较大 或者说是车身长度比较长 然后开起来不是那么灵活 或者说它动力然后跟不上 导致你开起来感觉非常累 就是因为你看你踩下油门 或者踩下电门这个车跟不上的话 你就感觉开着很不爽 对不对 那我大概开了有十几二十几公里 这个传奇一旧吧 我个人感觉这个车的整个动力 给我的这种感受还是不错的 那为什么呢 这个车它使用的是一个2.0T的 一个混动专用的一个发动机 那它这个发动机呢 它这个动力来源呢 除了这个发动机可以直驱之外呢 它还可以实现它这个P1和P3的一个电机 所以说它实现的是一个串并连结构的一个 混动技术 那并且它搭配的是两档DHT的一个 混动专用的一个变速箱 所以说整体这台车在加速的功能中 或者说是我们在超车的功能中 它非常接近电动车那种驾驶感受 感觉是非常平顺的 踩下电门或者踩下油门的时候 这个车就响应速度比较快 这当然也是由于它有两个电机 然后的一个加持 让这个车呢 动力储备非常非常的充足 那这样呢 就是对于这种大体积的MPV 我们开起来的话 就即使长途形势也不会特别的累 那另外呢 就是它的油耗会非常非常的低 然后这个车呢 它的一个WRT7的一个官方续航呢 是一个136公里 这个车的WRT7的综合续航 可以达到1000出头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台车在自动驾驶方面 我个人感觉给我一点点小小的惊喜吧 首先就是它那个自动驾驶辅助的这个打开 就是L2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 是标配的 它只需要通过这么一个按键 你看我按一下 然后你看它车道保持和这个ACC自动驾驶行 就已经打开了 然后有很多国产车 它的操作呢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或者说这个界面看上去是不太好看的 那另外呢 这个车给我一个什么惊喜呢 就是比如说后面有车或者有危险的话 我们打下转业灯 这时候这个车呢 它会在座椅侧 就是左侧 如果说左侧有危险 你比如说这时候 你看后面有个车 我们打下左侧 它左侧那个座椅呢 它会有一个振动 让你明显感觉到 左侧现在目前有危险 如果说你是右侧有危险了 它在右侧屁股下面有一个振动 那种振动非常明显 可以立马提示 你现在目前是有这种危险的情况 你注意谨慎经营驾驶 另外呢 有这个车 它竟然有很多比较厉害的功能 除了它标配L2级别的 增长加车辅助之外呢 然后这个车 它还可以在停车场实现 跨楼层一公里的一个记忆波车 那这个呢 原本是很多新势力 可能才有的一个功能 但是你看传统品牌发起历来 它也是很厉害的 另外呢 它还有自动泊车 遥控泊车 包括它含有这个 循迹一道车50米 就是说当你行驶在一个狭窄的路面 然后突然发现前面过不去了 你需要到的情况下 你挂上倒挡 那这时候这个车的方向 油门 都是车辆来控制的 这时候你是 就是相对来讲 会比较轻松一点 那这是循迹一道车 那这些功能呢 我个人感觉之前都是一些 新势力品牌 可能才会有的 但是现在目前 你看传奇一久 也都给到了你 这个车的中控显示屏呢 它是一个14.6寸的一个中控显示屏 然后如果说高配车型的话 它副驾驶还有一个 12.3寸的一个 副驾的一个娱乐屏 所以是整个这个车的这种 配备呢 还是比较高的 接下来我们回去到后排 来看一下它的 二排座椅和三排座椅 那这个车的电池呢 其实也很有特点 它用的是广气的一个弹夹电池 那它是有五层的防护 并且它是做过这种 针刺挤压的一个 热尸控的一个测试 在热尸控的情况下 它的电池呢 也不会出现这种 就是这个明火的情况 另外它的电池呢 可以支持对外放电 对外放电的是3.3千瓦 但是它同时也可以支持 车对车的对外充电 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电动车 然后在户外没有电了 那这个车呢 它是可以给你 直接进行充电的 然后5.5千瓦 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 然后第二排应该是MPV 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我们上车来看一下 首先它跟那个 之前我们看的三大一样 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 就是这个竖像的这种 我们马手 就是小孩你看 可以握着这上车 老人你直接握着这上车 上车之后呢 它是全系都标配了一个 半本安的一个 真皮的航空座椅 为什么叫它航空座椅呢 因为这个座椅呢 有很多MPV人买了之后呢 它可能需要去改什么的 但是这个座椅 它这个呢 本身就是航空座椅 然后它的调整呢 座椅的调整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腿托呀 然后包括座椅的这种 前后啊 前后的这种移动啊 然后包括它的头枕啊 然后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然后它有一个按键呢 就是一键SPA的功能 我们点一下 你看一键SPA 这时候这个座椅呢 它就会自动的去养过去 然后这边开始跟你进行按摩 那这个功能 我个人感觉还是挺实用的 因为有些这个航空座椅 它设计的其实不是特别的合理 但是你看这个座椅 这个整个变化 我个人感觉还不错 然后这前面呢 还有一个15.6寸的一个 独立影音系统 然后你看点是什么的 也都不在画像 因为它是一个中大型的MPV 所以说它三排空间 你这边不用担心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空间灵活多变 这个座椅呢 首先它是可以往前去趴下去的 然后这个是这个 直接可以去趴下去的 另外它这个三排的座椅呢 然后这边你看拉着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进行前后的这种移动的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 你如果说是全家出去玩的时候 你需要坐六七个人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你后备箱的空间 想要更大一点 那你三排座椅可以往前去进行调整 那后备箱就会变得更大了 另外呢 它不单是说它是可以进行这个前后移动 你看它不单是可以进行前后移动 它这个座椅呢 还可以拉这个地方 你看拉这个地方 拉这个 然后它一下子就可以直接去抬起来了 包括这边这个座椅 它一下子就可以进行抬起来 这个二排座椅 我们往前调可以抬起来 那这样呢 它的空间就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大四座的这种车型了 所以整个这个传奇19 它的这个空间变化 还是非常为人灵活的 你们说呢 总体来说 三十多万你要去买一个中大型尺寸的MPV车型 传奇19你感觉怎么样呢 谢谢